这个做完之后把它缩小一点点好了 1到12月 那如果说今天变更的这个 2015把它改成2019 Enter 你会发现 它整个全部都会跟着变 而且后面的东西 主要是因为这个 后面这些是跟着它 然后这些的话 也会一直跟着上面这个 这个也是跟着上面 所以基本上 它只要变更 它全部都跟着变更了 OK 所以这个年曆的话 也就是你只要变更一个 等于A2这个储存格 其他的话就跟着变 那接下来如果说我们变更完 我希望还不只是这样 我希望礼拜六礼拜天 可以帮我换个颜色 但礼拜六礼拜天换颜色 你当然不可能说 你一个一个图法链钢 慢慢去填底色 比如礼拜天填一个底色 填一个颜色 这样的话 你变成说你52周 你要填52×2 那太浪费时间 所以也没有什么快一点的方法 所以常常有同学问说 老师什么什么事情能不能做 我说其实你滑鼠键盘能做的VBA都写得出来 你做得出来的 你VBA都有对应的程式 只是说你会不会把它写出来而已 就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如果你不会那反正就是慢慢来了 如果会就快很多 我们后面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一个规则 但是新增规则里面的话 记得哦 这上面这几个都没办法 只有这个可以 公式 那所谓的公式 其实就是可以 就是像那个 我们Excel上面的那个资料编辑列这里面 可以插入一个函数 判断说资料里面 是不是礼拜六或礼拜天 礼拜六礼拜天 刚刚有用过嘛 week day 礼拜六的话呢 如果等于 七嘛 对 因为美国人的观念嘛 第一天是礼拜天 礼拜一到六 OK 所以呢 如果公式里面呢 假设说我用week day 如果他为true的时候呢 那格式就给他 OK 那等于一 他就给另外一个格式 但是你记得哦 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之前 你要先 的第一个动作不是直接做 请你先把 你要格式的范围选给他 所以游标放A2 Ctrl Shift向右向下 意思就是先告他说 我要格式化的范围在这里 但是并不是每个都要格式化 请你帮我挑出礼拜六 在格式 所以先告诉他说 这个范围 一 第二个的话 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规则 使用公式来决定 那底下就是关键了 等于先给他 他一定要先等于 等于什么呢 weekday 所以你就打一个weekday 那weekday 输入之后的话呢 前刮壶 会告他 那接下来他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你要判断 那个资料的储存格在哪里 那不过你会想说 那这边是一个范围吗 A2一直到L32 可是这边注意哦 你这边 这个范围里面 他这个刮壶后面的那个储存格位置 意思说你要从哪一个储存格开始判断 所以理论上我们是从多少 A2嘛 所以记得哦 你这边输入A2就可以了 那这个A2指的就是 你从你选取的范围的哪一个位置开始判断起 那等于什么呢 等于礼拜六嘛 等于7的话 如果你等于7的话 请你帮我设定下面的格式 所以格式按一下 那我字的话呢 假设礼拜六我是绿色好了 字是绿 深绿色的 填满的话是浅绿好了 假设这边 一个深绿一个浅绿 字是在这边嘛 填满在这边 OK 填满就底色的意思了 按确定 特别重要 这个规则应该不难记啦 你不要打 不过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等号有两个 不要漏掉一个 这样同学没打这个等号 也不行哦 这个等号意思是说 它要 后面是判断的规则 结果等于这个前面应该有个东西去接它 OK 我大概理解一下 这个后面是 这个等号应该是相等的比较 这个等号应该是丢回到前面 它确定是为true的时候 它就格式 为false的话 那就是不去格式 按确定之后 不过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这个公式先复制一下 因为等一下礼拜天 我要一个格式 按确定 做完了 再来一样 选举状态 选举状态 这个礼拜六都OK了 礼拜天的话 在新增规则 那我们一样设定 使用公式来决定 然后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把这边改成多少呢 礼拜天的话 是应该是 A1 对不对 如果 那个资料 比对的结果 如果是礼拜天 那就帮我做这件事情 什么事呢 底色变为黄的好了 OK 填满底色 这个颜色是红的 红的给它 按个确定 再来的话 再确定一下 它就帮你找什么 如果从A2开始 A个找 是不是礼拜天 这个不是 不是不是 然后就一直找到 找到礼拜天的 假如说礼拜天的 这个是的话 然后就帮你格式化 所以按确定 全部格式化 所以它这个原理原则 有点像 你先选个范围 跟大家讲说 这个范围就是我的 回圈范围 你就帮我把这个 回圈范围 先规划好 第二步就是它怎么样 用那个公式去比对 如果那个公式 是符合它的逻辑 它就格式 反之就不格式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它加上去了 第一个 当然如果你要把 那个规则拿掉的话 就是清除规则 整张 那所以 这个做完之后 待会呢 请各位再把这个 综合练习 复制一个 Ctrl键按住 我们要做什么呢 跟前面一样 我们讲过 还是要拿一点VVA OK 如果说我今天 我不要用这个 设定格式化条件 因为我觉得 这个太low了 没有办法显示 我这个 写程式的功力的话 那第一步 复制一个 第二步 你把这个规则 先删除掉 整张 那待会的话 我们再来看 怎么样 撰写一个按钮 按下去 我就要把 这里面所有的结果都完成 那大家提示一下 一定会有个 回圈嘛 不过这个回圈 可能稍微复杂一点 因为 会有列回圈 For I 等于第二 到第三十二 那蓝的话呢 之前就同一蓝 现在的话 有很多蓝 所以可能会有个 For Tray For Tray 等于 一到十二 列 一到十二蓝 然后做什么呢 一样把资料 一个一个抓出来 做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呢 第一个是判断 如果空的要避开 第二个是判断 如果礼拜六 做什么格式 这个部分 我们待会再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先试试看 设定格式化条件 那如果用VBA写 要怎么写 好